大家好,我叫方逸杰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 我是一名就读于喀山联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截止至今天我们这边的疫情人数 俄罗斯总体已经突破9万余人 然后达达斯坦共和国整个地区目前是700多人 我们驻喀山总领馆呢 也在前段时间给大家分发了健康包 这些就是祝喀山总领馆给我们留学子分发的健康包啦 东西真的非常齐全 有一封总领事给我们写的信 还有一个预防新冠肺炎知识问答的小手册 然后有20个一次性的应用口罩和两个KN95的口罩 再加上两盒莲花清温胶囊 一瓶俄罗斯产的液体洗手消毒剂可以洗手的 然后以及一包卫生试剂 东西真的非常的齐全 并且可以让我们有全方位的防护 然后除了我们平时的购买的一些物资以外 学校也会定时定期给我们发放一些生活所需物资 这里是一盒鸡腿肉 里面有三个鸡大腿 然后这是一包小点心 一包白砂糖 一袋米 一盒茶叶 一个罐头 以及一个洗洁精 洗衣粉 还有清洗厨房和厕所地板的清洗剂 这一袋袋就很硬核又很维士了 里面是一共是十斤 洋葱 胡萝卜 土豆的混合物 这些就是我们隔离在家的生活啦 quarantine 询我说 我说 这个 就